Hi my name is Kaiyuan 如果你已經訂閱我的頻道三年多的話 你應該知道我非常非常喜歡一個影像穩定器 那這就是我們的S60的機械影像穩定器 那我有做一個開箱 放在下面連接有興趣就去看一下 但是這個影像穩定器雖然很便宜 然後我在大部分的案子 就我也都會帶它出門去拍攝 但是它現在有一些問題就是 第一就是它的做工其實沒有到很好 像是它的有一些零件啊 它的旋鈕啊我都覺得它快要解體了 然後該生鏽的地方也都生鏽 所以就是有時候很怕說 會不會會不會相機放在上面 不小心它就掉下來之類的 所以我想說我們該時候來升級一下 我們的機械影像穩定器了 所以我們今天有一個新的影像穩定器 那這個價錢就比那一個貴了大概三到四倍 那這個就是我們的Fly King Red King 那大同小異啦 我們就直接快速開箱一下吧 那這個就是我們影像穩定器頭的部分 那這個比較特別的是它已經可以直接快速裝上 我們的Manfrotto 501的快拆板 那我們像之前的我還特別去買一個 就是可以裝Manfrotto 501的快拆板上來 不然它每次都要重新調平很非常麻煩 OK那這就是我們的Fly King Red King中間的那一個杆桿 然後還有我們背包的背帶 然後還有一大坨的六角板手跟螺絲 然後還有我們的穩定器的底板 然後最後還有八組的配重在這裡面 然後我們就不用拿出來 因為我猜應該不用那麼多 我們拿四組就好了 好那接下來我們就來快速組裝一下我們的影像穩定器 我們先從底板開始裝上來好了 OK那我們接下來安裝一下我們快拆板的部分 那接下來來安裝我們的配重的部分 OK那我們就快速加好我們前後各一片的配重 那我也不知道到底夠不夠 那我們就知道先直接把我們的相機裝上去看看 那這一個頭就是這塊拆板比較厲害的地方 就是我們可以左右跟前後微調 我覺得這是還蠻厲害的地方 因為我們舊的呢 如果我們要鬆開就是整個鬆開 所以你稍微鬆開一點點 你也調整就是非常粗糙 那你這樣子新的這樣子 你就可以非常非常細微來調整 我覺得應該是會還不錯 OK所以我已經遇到第一個奇怪的問題 就是我們的公差的問題 我們這一塊501MM Floto 501的快拆板是原廠的快拆板 那它也說它是501的快拆板 那但是我們的公差讓我的快拆板 原廠的快拆板 無法創到這個上面的快拆座上面 那我身邊還有幾款各種不同的 有原廠有副廠的快拆板 那目前只有它自己附的快拆板可以裝 還有另外一個副廠的快拆板可以裝 那還有另外一個501快拆板 也是有公差 就是比較大片 無法裝上去 這是什麼鬼 所以你如果之後想要買更多快拆板的話 你還要拿這個快拆板 去現場測試一下到底可不可以裝上去 而且這一個副廠的快拆板裝上去也卡卡的 只有它自己附的這個 就是它原本Flycam自己附的這塊拆板 是最滑順可以滑上去的 那我們就希望它附的這塊快拆板之後不會消失啊 或是怎麼樣之類的 那在調整配重跟平衡之前 我們這一個Flycam Redcam 有一個特殊的功能 就是我們中間這一個機械的滑輪 我們可以調整它的位置 那我覺得這中間這個轉軸 可以調整高低位置 我覺得非常非常特別 那像是我們如果想要拍攝正常 你手拿正常的高度 但是你相機想要高過你的頭的話 那我們就把我們的中心把它調低 然後下面配重加重然後拉長 我們就可以這樣子拿 然後相機是高過你的頭 超級酷炫 所以如果你要一個低角度的話 我們就只要調整中間轉軸這個位置高低 我們就可以快速把相機反過來 那如果要快速的再把相機反過來 我們就是需要再把我們的轉軸調到我們一開始的位置 我們的相機就可以繼續執行我們的拍攝 真的是哇塞 這超猛耶 所以像是我舊的影像穩定器 我們中間轉軸的位置是固定的話 那我們反過來拍攝 我們想要多低的話 我的手就要多低 所以如果我想要在你的腳踝的部分 我就要一直彎著腰來拍攝 真的是非常非常累 那這個新的影像穩定器 如果要拍攝低角度真的是超讚 我們手在一樣的高度 但是我們相機已經在非常非常低的部分 超級無敵讚耶 這個哇超猛 那這一個影像穩定器在調整平衡的時候 我覺得還蠻特別的 就是我們第一個要先來調整中間這個轉軸的位置 那它的高低就是看你要鏡位比較高 或者是比較低來調整 你比較高或者是比較低 就是你在正常握的高度 你要在胸上、肢上或是胸、肢下的高度 你就往下調 那如果你要剛好在胸的部分 那你就調到你平常穩定器的正常位置就可以 那中間轉軸調整好之後 我們接下來就要來看看 我們是相機邊還是下面的砝碼比較重 那現在看起來是砝碼邊稍微重一點點 但是還沒有辦法把相機往上頂 所以我們再把下面稍微拉長一點點 OK 那我們現在下面砝碼稍微重了一點點 那我們待會再去細微調整 那接下來我們就要來調整我們相機平衡的部分 那現在相機稍微有一點往前傾 我們就讓它往後一點點 那左右的平衡也調一下 讓它相機是完全的水平 然後也不會往前或者是左右倒 那最後調整就是我們相機掉下來的時間 像是這樣子 那現在速度有一點快 那速度快慢就取決於你 到底要拍攝什麼東西 你到底想不想維持那個水平 所以如果你想要一直維持那個水平 你可以讓那個相機掉下來速度快一點 那如果你想要有那種比較動態 然後有roll那一個軸 就是你要相機撐到這個軸 如果你想要有這樣子的感覺的話 你就可以把這一邊的砝碼配重 就是它相機掉下來的速度調慢一點 就完全取決於你到底要拍攝什麼東西來做調整 那我們的平衡就給它調整好了 我覺得非常完美 那我們最棒的狀態就是我們右手撐著 讓相機保持水平之後 左手放開 那我們右手怎麼移動 我們相機理論上都會維持同一個位置 同一個水平 那剛剛調整相機前後左右平衡的時候 我覺得這個微調真的是超級好用 但是有一個問題 就是它的左右調整的範圍沒有到非常非常的大 所以如果你相機可能某一邊裝了什麼東西 可能麥克風 螢幕 任何東西 你稍微偏向中心某一邊太重的話 這個微調可能就沒有辦法調整這麼多 你就要把上面東西調整一下它的平衡之後 再放上來它才能正確的平衡 這就是稍微有一點限制的地方 中間這個轉軸可以調整位置高低 我真的覺得超厲害 因為它其實是有刻度的 所以如果你只要調整好平衡 你先記下來你正常的高度 跟你低角度拍攝的刻度位置的話 你就可以快速來調整 所以像是我們現在要換到低角度的話 直接相機反過來 我們就可以直接繼續拍攝了 這真的是超級厲害 OK 那既然都下好了 我們就直接出去拍攝一下 看看可以拍出哪些酷炫的影片吧 那這個Flycam Red King的影像穩定器 我覺得它的重量稍微重了一點點 就比起我們舊的影像穩定器 S60比起來真的是稍微重了一點點 所以如果你要在手持拍攝的話 就是你單純用手這樣子拍攝的話 你可能拍攝沒有辦法很久 我們現在只有加一台輕便的單眼 然後加上鏡頭 我覺得最近對大部分的人來講 可能你根本沒有辦法撐過五秒鐘 如果你沒有經過訓練的話 那前陣子我有買一個影像穩定器的減重背景 如果有興趣你可以在下面連結看一下 但是那個東西就是可以減重整體的重量 那你可以增加下面的砝碼重量 讓整個重量更大 讓它的冠線更強 讓你的相機在風中 不會因為風稍微吹一下 然後你的相機就開始飄來飄去 在這個年代 我覺得人手一支電子三軸微影像穩定器 但是真的用了發揮到極致的人 我覺得真的是非常非常少 大家都覺得好像丟上三軸微影像穩定器 你就可以平衡亂調 然後你只要開電它就會變得超穩 其實是完全錯誤的觀念 就你其實還是需要一些技巧 跟使用的一些基本嘗試 你才能把它發揮到極致 電子影像穩定器 你需要更多的時間去調整它的平衡 調整它的出力 然後你換一顆鏡頭 你也要再細微去調整它的出力 你花的時間會更多 那你需要花更多心思 去照顧你的電子三軸微影像穩定器 而不是你開電就可以拍出好影片的 這些年來我還是比較偏向於使用機械影像穩定器 我大部分可能80%的案子 我都會帶機械影像穩定器出去 那除了20%有特殊的使用目的 我才會帶電子影像穩定器出去 不然機械穩定器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直覺 你想要讓它左向右 想要它快想要它慢 你想要讓它定下來 你完全就是用你的手來掌控 而不會像電子影像穩定器 你可能稍微想要快一點 那你就需要去手機裡去調一下它的參數 或是調整不同的模式 OK這就是我們今天的 Flycam Redcam機械影像穩定器的開箱跟分享影片 那當然喜歡這支影片 按個讚和訂閱我的頻道 可以看更多的相關影片 這裡有一個全部都是攝影相關的Player List 請注意一下 我的名字是凱云云 我會見到你下次見 拜拜 拜拜